Hello,大家好,我是阿妮 我现在在新疆若羌 若羌是一座美丽的沙漠小城 然后在这一片沙漠 大家能想象吗 在沙漠里面最适合种什么样子的农作物 最近几年黑枸杞的养生 就是说是这个已经普及了 就相当于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这个黑枸杞,红枸杞都已经 算是那种比较普遍的 这种基本的养生的东西了 大家都听说过黑枸杞 但是没有见过黑枸杞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枸杞的 就是成熟的这个树,小树 咱们看一下这个黑枸杞 来,再一棵 这是一棵 一棵我的手就变成这样了 大叔,请问你弄这个黑枸杞 一天工资是多少 一天280 一天280 我的天哪 一个月就上万了 这干不了几天,这没几天 几乎是第4天 前面可能有15天 像这种 一串一串的 这个大,这个真大 你再弄下来,放在我手上看一下 你看多大 它新鲜的时候有这么大 这个大 特别大,像牛头果一样 它晒干了之后,像那种我估计最多应该还没这个大 那肯定啊 小伙伴们咱们吃一颗 我嘴巴是不是都一直染痕了 就是这种 嗯 就是淡淡的那种甜味 这个树上有很多的小刺 看到没有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小刺 特别多 如果我的手这样一把抓下去 我的手就会 就是鲜血淋淋的了 看这些小刺 然后一般是怎么样子弄的 小老爷我都不要了 我吃一口 我吃一口这个白口气 你看这个铁线经历过什么 你看这黑过去 嗯 这个黑过去都弄成这样 包姜包的 你的包姜 哈哈哈 你看这些都是刺 然后是怎么样子 收这个黑沟起来 本中我再晒两天都挑到你那儿 嗯 就是这里 嗯 这里就是先给他 嗯 这个样子 用铁线 给他这个样子 铲料 铲料 这个样子铲掉 铲掉以后 然后就是这样在地里面再晒一个两天 然后呃 在 就是说是就在地上 专门有一块 然后给它空出来 铺上大棚布 嗯 嗯 然后就把这个就放在大棚布上面 上面有点巧吗 嗯 就这样 然后就给它翻过来了 就这样一排一排的这样擦 嗯 小伙伴们现在的气温应该是在 嗯 40度 哦 356度吧 现在气温应该是在36度左右 这个戈壁摊上种的这个黑枸杞啊 就是现在干活热的不行 但是没办法就这样干 好辛苦 嗯 哎呀 种地没有不辛苦的 然后 今年打算 开始 好好的做黑枸杞 还有这个 蜂蜜 嗯 红枣 红枣还有 还有一两个月就出来了 敬请期待吧 好了 关注我 我是阿宁 勇闯天阳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